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线 近年人工受孕越来越普遍 辞婚讨不了BB 似乎有出路 但大家对人工受孕的风险了解多少呢? 最近有一个大型机研究发现 人工受孕的妇女可能较易患上卵巢癌 到底为什么呢? 今集请来了本台的医学顾问王健方医生 和我们讲解一下报告的内容 Therisa 你好 你好 Spencer 今次这份报告在哪里出版呢? 今次这份报告是在一份 《人类生殖学》的医学雜誌出版的 出版日期是2011年12月26日 挺新的 兼且这份报告可以在网上 整份完整下载来看 挺方便 但人工受孕做到BB 固然好事 但现在有可能会增加患卵巢癌风险 其实这个报告有什么分析呢? 今次这份报告主要是看人工受孕的风险 到底是在哪里的 她主要想看那些妇女在接受完人工受孕期间 她们因为要打一些高剂量的荷尔蒙 来刺激排卵的关系 之前都已经有个别的研究 都发现这些治疗过程当中 可能会提高了患癌的风险 但是同一时间 亦都有一些研究报告是否定了这个说法 所以今次这班科学家 他们就决定做一个大型的研究 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增加到这个风险 有多大型? 真的很大型 我自己看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今次这个研究 其实就在荷兰那里进行 为期是长达24年 当中她们一共跟踪了接近二万五千多名的女性 就是做这个研究 真的很多成二万多的女性 是的 没错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她是不是全部二万多个都做过这个人工受孕呢? 不是全部的 不过这二万多个人 全部都是有不育的问题 她们当中在1983年至1995年期间 都发现了有不育 而当中有一部分 就是接受过最少一次 赫尔蒙刺激的人工受孕 这一群的妇女就占了大部分 有一万九千多个 而另外也是找了一批 在90年 对不起 在80年至1995年期间 是有六千多个是没有做人工受孕 但是有不育问题的妇女作为一个对照 有两个群组 如何跟进呢? 在跟进的过程 她们就在找了这群妇女出来之后 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 就是派了这个问卷给这一群女性 同时也是跟进了她们的医疗记录 就是看看有什么原因 引致到她们有不育的问题 然后就是看看她们当中 接受过多少次这个胚胎的刺激 打过多少次刺激排卵的针 以及拿了多少卵子出来等等 就是有一些细节她们都有看到 接着又再看回1989年至2003年期间 全国她们的癌症登记的记录 因为她们要跟进到底有多少人 有患癌的记录 和其他的医疗系统 她们也会看看有没有一些入院的记录 或者她们看医生的记录是怎么样的 一直跟进到去到2007年6月为止 这群人里面有多少人患癌 患什么癌 她们特别是针对了看看卵巢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结果大家很紧张 是不是真的做过人工受益 就会多些患癌的风险呢 我们可以看看以下这个图表 就可以有些数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在跟进了19146名人士里面 她们平均是跟进了14.7年 当中发现有77人患有卵巢癌 61个是属于人工受益的一组 对比起没有做人工受益的妇女 她们患有卵巢癌的机会 其实是比没有做过的人士高出1.6倍 而其中跟一般同年龄的妇女来做比较 就发现她们患有交界性肿瘤的风险是尤其高的 在4成有做过 4成是在人工受益的妇女里面的卵巢癌 都是属于这种交界性的卵巢 而我给你一个数字来对照 就是一般妇女的身上 还有这种交界性卵巢癌的机会 其实应该只是占15-30% 报告有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做过这个人工受益 就会增加了卵巢癌的风险 有的 其实那班科学家都有尝试去解释 他们就说 主要针对交界性卵巢癌 风险最高 其实是做完人工受益之后 那一年内 他们相信是跟接受了注射 去刺激卵巢排卵的过程当中 是令到一些原本已经不太好的细胞 在刺激之下 就是倍增了有关的 知道其实有时做人工受益 未必一次就可以成功 没错 那会不会做得越多次数 那风险就会相对增加 其实这次他们也想看下这个关系 但是他们发现 因为很多时候资料不足 还有如果将人数再分细组的话 很多时候人数就不够 所以就找不到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不过科学家也有提出 如果人数的数量可能大些的话 有机会都会找到这个剂量 和风险的关系 可能是成正比的 那看完这份报告了 怎样呢 是否应不应该做人工受益呢 嗯 我就这样看了 其实人工受益来说 主要是一个治疗 如果是真的很想要有小朋友 而又发现有不育的问题 的而且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治疗 但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这件事本身都是有风险的 就不应该当成是一样流行的东西 一样很安全的东西 可能现在大家听见很多明星 或者是其他人都会去做人工受益 接着就怀孕生了很健康的BB 就不等于是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潮流来的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 在接受这些这样的治疗的时候 要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做 以及都要清楚中间的风险是有多少 所以三小黄始终都是一个很不简单 不容易的抉择 而且都没得强求 没错没错 好 谢谢Trucer 今天讲了这么多有关于 人工受益的风险的报告 谢谢你 到这里今集节目时间就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观众有任何医学问题 欢迎寄信来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者电邮至medicineatnownews24.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